全国每年的奢侈品消费超过5000亿元 其中翡翠珠宝类消费占了其中相当一部分比例 而在珠宝类收藏中 同行之间的藏品交易就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市场风格 消费这些高端宝石的群体 要么是对宝玉石的魅力无法抗拒的人 要么就是拥有极强的专业知识 通过观察市场的趋势来进行买入卖出 而单论翡翠收藏而言 高端的手镯 怀骨平安扣 种水剔透的珠子 华丽的蛋面 饱含中华文化寓意的雕刻剑 都是藏有我们炙手可热的孤品 那些素面高种水的玩意的价值就不用我多讲了 不懂的人看一眼都知道不便宜 甚至一件东西的成交价 都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难以奇迹的 今天我们就用三组素材 从材料购买原始切割到雕刻起货来讲讲 翡翠雕刻剑的古往今来与传承创新 首先要讲的那当然是传统玉雕设计 第一个能想到的题材那就是龙 龙在中华文明中是神圣极强的土腾 这块材料是从我仓库里找出来的 设计空间很大 把云从龙的概念具象化设计了 盘居在云端的龙身 时影视线 雕刻去料时会把原本较浅的蓝色打眉 根据色泽的层次 我有了一个创新的想法 赋予龙一鸣一鸣的脸部 鸣者更像是翩翩君子守护之龙 暗者更像是不畏艰险的进攻之龙 风云变化之时 如雅君子亦可化身将军 一生转战三千里 一剑曾挡百万师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院派进入玉雕行业 大家慢慢发现 许多文人默克的手笔 甚至可以完美地融入玉雕中去 例如风雪夜归人和堂妈等 其中有著名的齐白石的虾 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今天我也要去市场买一份材料 打算做一套作品出来 大概思路就是苏州园林里的太湖石 这个要多少钱 50万 50万 你贴垮的吧这个 你都投票投回来50万 10万能不能卖 10万要卖早就卖了 就不会花那么久 人家改过十几万 那12万吧 12万买下这份材料 也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份材料其中的优点 在很多座业人看来 材料中的棉是硬伤 但我可是最会整活的欲叼老啊 古有诗人白居一鸣 皱表面布满水灼而成的纹路 露实体有形状不一的镂空的洞 透 洞口两面通透 瘦 石透形态总体向内凹进去 赏识自唐宋兴起 而太湖石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丸石 其实之一 以皱露瘦透为美 在古人骚客眼中 拳拳一掌 盈盈益一尺的太湖石 就是一个大千宇宙 要用翡翠做出千姿百态的太湖石 要通过洞洞相连 血血相连的形态 结合材料中的色和种水最好的部位去设计 总觉得太湖石自带一种放浪行骸的气度 他就像是金庸小说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 有着属于自己的江湖 如果你能读懂他 就是自己 读不懂那便是过客 再配上兰花小品 一套完整的作品 就这么诞生了 在进入下一个时期 这些悬远派的艺术家们 不再只限于复刻莫保 开始颠覆具象的事物 把原有的形状揉捏拉伸 把虚幻的风云水等元素具象化 超脱现实后 创作出了更能体现预制材质本身美感的作品 这块石头就是粉丝寄来的原石 表面看平平无奇 这时候我就要开始当毒狗了 稳妥一点先按大列切开 惊喜的是可以看到里面靠近黑显的部分有一条水路 大家一定会觉得旁边打灯比较透光的部分才是好的 其实不然 那是走嫩的表现 后期期货会相当糟糕 后面的作品展示里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而这条水路才是我们今天将要操刀的主角 首先要去掉的就是水路中的杂质 去的好材料能干净无瑕 种水提升的同时 兰花一径也能体现 然后根据大哥的需求和明智 我决定设计一件作品名为 以梦为马 主题的原型是唐马 唐朝古人以肥为美 是均匀和健康的健美之马 正应了李白的那句 银鞍照白马 撒踏如流星 而利用飘逸的线条 就能勾勒出天马行空的效果 这匹马可以飞驰在万千星辰中 苍茫踩云间 也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里 以梦为马向阳而起 其实这件材料还不是很顶级 顶级的材料做出来会更美 而剩余的水路部位 则利用材料的缺点作为意境 巧妙设计制作了一尊地藏王菩萨 和宝宝普贤 大家可以看到离黑色越远的部位 肉质起货是发白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 作为一个晚辈 继续学习和借鉴雕刻大家的作品 希望通过我的手法 能让大家也能看到这块石头 它本身的一个价值 这种价值是人赋予的 不是他自己赋予的 传承中国育文化 和坚持不断的创新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价值 每个人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